第198章 成为贵族的好处 张浩轩点点头 到 所以 这近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斗兽场会遭遇到的都是强大无比的妖兽 或者是想要获取贵族资格的妖怪 这里可不管你是什么年龄 什么等级 你有可能面对神级以下任何层次的对手 就算是你本身已经是九级修为 也有可能面对多位九级强者的挑战 所谓的连胜 每十场中间是不能休息的 也就是说 需要连胜十场 一旦到了大斗兽场当天关闭的时间 没到十场也就不算了 下次需要重新再算 十场车轮战就更难了 我已经是九阶 也自问没这个本事 唐三眉头微醋 确实是有点困难 如果人类附庸成为贵族 有什么好处吗 张浩轩道 那好处就多了 首先 不再是奴级 可以享受妖怪族贵族的一切待遇 子女拥有进入正规妖怪族学校的资格 还能够获得所有妖怪族贵族 所能获得的好处 但是 据我所知 这条规则也只是为了吸引人类附庸 进入大斗兽场去送死 给他们的斗兽增添乐趣 还从来没有人类能够从大斗兽场之中获得贵族身份的 而死在大斗兽场之中的人类却不知反己 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人类敢于进入大斗兽场去送死了 唐三深吸口气 道 也就是说 如果我能够在大斗兽场获得贵族资格 甚至可以去家里学院上学 张浩轩一愣 看了唐三一眼 道 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 从大斗兽场获得贵族头衔的妖怪族 都会特别受到尊敬 妖怪族崇尚这样的战斗英雄 虽然很难出现 可一旦出现 就是各方招揽的对象 不过 你可不要做傻事 以你现在的实力 别说十场 遇到一个七八阶的妖怪 一场估计就把你解决了 大斗兽场虽说不是不死不休 但妖怪族如果对上我们人类附庸 那几乎是输了必死 没有认输这种选择 我明白了 您放心 我不会冒险做傻事的 唐三点点头说道 那就好 两人说话的功夫 已经来到了大斗兽场前 也不知道张浩轩 是从什么地方弄到的入场券 两人顺利进入 进入大斗兽场内 空气中有着一股淡淡的血腥气息 似乎还有一股浓重的杀气 在其中混合着 给人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可见这大斗兽场内 曾经制造过多少杀戮 而就在这时 唐三清晰地看到 就在看台上 已经有许多妖怪族坐在位置上 大多都是情绪十分兴奋 显然是对于今天的拍卖会非常期待的样子 张浩轩带着唐三登上看台 在一个边缘的角落处找到了他们所在的位置 这是非常不显眼的一个位置 每个座位处都有一个感应按钮 按动感应按钮就是参与竞拍 竞拍结束后 拿着自己座位上的座位号去付款取拍品 离开大斗兽场也需要凭借座位号 在离开的时候 每一名参与拍卖会的妖怪都要被检查座位号 查看是否拍得了物品 如果有拍中了物品 却不去付款的情况 那么很简单 无论是谁 都将被扔到大斗兽场内进行十场比赛 如果你能十连胜 那么恭喜你 你可以不买 如果输了 所以 没有谁会随便进行拍卖 否则就是死路一条 感应按钮在座位前方 有一圈金属防护 这是为了避免隔壁座位的人 去故意陷害按动拍卖按钮 这样的情况以前是出现过的 坐下来 从他们的位置 能够看到几乎整个大斗兽场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场地 整个场地呈现为圆形 一圈圈座位紧密相连 看台下方 最靠近斗兽场场地的地方 有一圈大约上百个包间 这些包间是只有贵族才能使用的 而且还要支付昂贵的费用 这是身份的象征 大斗兽场内的地面是斑驳的暗红色 看上去是泥土铺就 而上面那斑驳的色彩 毫无疑问是以鲜血为燃料的 可见这里的斗兽有多么残酷 唐三向身边的张浩轩问道 老师 这大斗兽场如果能够连胜十场 似乎有很多好处 也能免罪 张浩轩点点头 道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这样的 大斗兽场本身就是妖怪族刑罚中的一种 一些妖怪族族人犯了罪 如果较为严重 但又不至于威胁到妖怪族统治的时候 就有可能被判罚前来大斗兽场进行一轮斗兽 如果能够活着离开就免罪了 但大多数的情况还是会死 这是仅次于死罪的一战责罚 看似有生机 但实际上却很难 唐三道 赢了还能获得贵族资格 张浩轩点点头 是的 赢了 就证明了自身的实力 不但会被无罪释放 还能获得贵族资格 弱肉强食就是如此 看台上的妖怪越来越多 这能同时容纳数万人的大斗兽场 很快就变得座无虚席 气氛也随之变得越发热切起来 今天的大拍卖会即将开始 请所有静拍者 不要离开你们所在的座位 否则后果自负 一个洪亮的声音传遍全场 它所谓的后果自负 显然指的就是自己的拍卖按钮 被他人按下所带来的大麻烦 场内的看台区域渐渐变得安静下来 大拍卖场上空突然变得阴云密布起来 令整个大拍卖场的光线随之变得昏暗 唐三抬头看去 他惊讶地发现 这乌云并不是真的乌云 而是一股股漆黑的气流汇聚而成 遮蔽了天日 这是一种阵法 是为了让场内的情况 更加清晰地被看到 张浩轩解释道 就在这时 一道道巨大的光束 从大斗兽场最高的顶部亮起 一道道光束照入场中 将整个大斗兽场的昏暗驱散 照耀地先毫避现 大斗兽场中央 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多了一个雄壮的身影 它是人形模样 但身高却足有十米开外 哪怕是在大斗兽场 这巨大的空间内 依旧是如此的醒目 这位有着一个大光头 全身都散发着凝饿的气息 皮肤是黄褐色的 头上只有一只竖眼 却有着四条手臂 身形极其的强壮 一身华贵的礼服 穿在它身上 一看就非常的浪费不了 它的四条手臂同时抬起 转着圈向看台上致意 顿时 看台上响起一连串的欢呼声 巨大的声浪震耳欲聋 它们都呼喊着同样的名字 玉戏 一戏 一戏 张浩轩低声道 这个妖怪很有名 他是独眼妖异族的强者 久接实力 他就曾经犯过重罪 被惩罚到大斗兽场进行斗兽 连胜十场洗脱罪名 并且获得了贵族头衔 更可怕的是 这家伙对于斗兽 却是乐此不疲 赢了十场还不肯走 后来又参加了四轮比赛 全都获得了胜利 豪取五十连胜 是家里成大斗兽场获胜场次最多的存在 之后 只要有妖怪族斗兽连胜九场 他都会出场首最后一关 索性就加入了大斗兽场 通过首冠赚取巨额收益 自从他首冠之后 还没有谁能完成斗兽 绰号血屠夫 在城里声望极高 他曾经说过 就是要凭借杀戮 一路杀上神级 玩 作者 唐家三少 记得订阅 开启小铃铛 点赞和分享哟